大家好,早晨 5月7日2021年星期五,10點14分 財經新聞上 看到瓦虎說 Air Canada CEO 就說 盡快開這個旅遊計劃 如果不是的話,蝕得很厲害 蝕了1.3 billion 即是13億 講完是加幣 Q1,即是第一個季度 蝕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消息呢 會刺激這個 航空股價 大家希望它可以復原 希望政府可以放寬一馬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 疫情也很嚴重 但是打疫苗的人也開始越來越多 所以航空股 也應該要起飛 所以我昨天 買出了UAL 但是我也是看過 很多的其他股票 想沽 誰知道法國看了幾十隻之後 法國是幾十隻 法國沒有什麼可以沽 一隻隻都是蠢蠢欲動當中 所以變成了 在今天的11點、12點 可能我會重新再進入這隻航空股 差點是Air Canada 或UAL 可以選一隻 離開了一天 在沒有什麼沽之前 可能再進入航空股 好了 談談談這個市況 杜瓊斯指數34702 34702 看看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又創新高 沒有辦法 但是納斯達克本來昨天 是開始下跌的 但是留意 昨天納斯達克 那個 我昨天做多了一個視頻 納斯達克的最低位 其實就是一個支持位 最低的13439 這個是五年的支持位 所以為什麼呢 納斯達克今天就開始反彈 就是因為如果今天 納斯達克是再跌穿 昨天最低位的話 那就大劑了 大家都可以沽空 但是現在來說 它證明不肯跌下去了 跟著這個道指上 在這一刻的話 短期那個IT股調整完成 希望大家明白 而因為這樣的話 那個S&P500 都跟著破位上 所以 乾脆不是走得摸 快點進回市場才行 昨天我離開了 今天要進回 那中間一來一回 它今天升了2% 那就是你不止 現在升了3.09% 那就是賺少3% 昨天我買出22.5% 現在已經回到24.77 但是 24.68 我昨天買出52.5% 那現在就是 這個2% OK 好了 整個市況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明白 市況又開始向上了 那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台灣指數都一樣了 就是17.285 OK 恆新指數是比較另類的 大家恆新指數 大家要理解 恆新指數不是跟美國的 它是跟中國的 但是 其他國地向上的時候 它最多是打橫不跌的 OK 希望大家明白 多謝大家收看